刚才刘硕还说 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 一看都捣持过 都特别漂亮 是吧 而且我怎么看到 好几位都具有这个舞蹈家的气质 你比如说这个 真的 特别挺拔 肥大的上衣 特别细的裤子 小时候练舞蹈 我们就爱穿这种衣服 真的 就是人群中放野望去 这下还是学舞蹈的 这一下就能看出来 没错 那其实说到今天的我们这个话题 我首先的一个感慨就是觉得 这时间过得真快 好像2008年奥运会 就是昨天的事 怎么伦敦又开始办了呢 就觉得这时间过得特别快 那是因为可能我们忙于 各种各样的杂乱的事情 但是我想可能 对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说 这四年的日子 是一天天数着过的 他的故事可能要从四年前 我们开始说起吧 来 先看个小片 2008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盛况空前 其中唯一的独舞思路 更是吸引了全球60亿人的目光 然而如果不发生那场意外 我们原本看到的 会是另一个舞者 在斑斓画卷上翩翩起舞 他叫刘炎 曾是令人羡慕的某女郎 全国舞蹈大赛金奖获得者 7月27日晚 离奥运会正式开幕还有12天 刘炎像平常一样在鸟巢排练 当他轻盈地从电子保纸上 腾跳到另一个平台时 平台却提前磨动了 猝不及防的刘炎 从近三米高的平台上摔了下去 命运和刘炎 开了一个让所有人 都难以接受的玩笑 这一次意外 将这名年轻的舞者的人生轨迹 彻底改变了方向